5 4 3 2 1 2019年跨到2020年 你做了什么 有一群人参加得到APP创办人 罗振宇的跨年演讲 每年罗振宇都会跟大家分享 他一整年的读书心得跟读书推荐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每日商业来跟大家分享 他推荐了什么吧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 1月1号由远见杂志副总编辑 邱丽燕所撰写并刊登在远见杂志的 罗振宇2020跨年开讲 推荐了哪五本必读书 得到APP创办人罗振宇的跨年演讲 是2015年第一次举办跨年知识晚会 至今已经举办了5场 有趣的是今年台上的罗振宇 欣然瘦了一点 观众笑着说罗胖的绰号可能不太适用了 但今年罗振宇在台上依然叙述 5本书的读书心得 十分有料 异常有趣 让观众仿佛中了魔咒 恨不得马上买下这些书 一睹为快 而今年罗胖推荐的5本书 分别是哪5本呢 第1本 经济学家何凡的中国经济报告 第2本书 投资人黄海的中国消费产业报告 第3本书 金融学家相帅的中国财富报告 第4本书 教育专家 沈祖云的全球教育报告 第5本书 科技产业专家 黄玉泉的创新生态报告 最后则是国际政治学家施展的 中国制造报告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不是说5本书吗 怎么会有6本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负责帮你读报的 要问就问总编辑咯 好 那总编辑在文章里面 特别提到几本书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第1本书 中国经济报告 在中国经济报告这本书里面 提到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苟且红利 什么是苟且红利 罗正宇解读 虽然看起来 所有人都在做事 但是其中有大量的苟且者 你只要稍微比他们往前 一点点 就能享受到那个红利 就是苟且红利 罗正宇指出 另一个说法就是 比别人更多做一点 而第2本书 中国消费产业报告 本书在探讨2019年的中国社会 消费品 零售总额 预计超过40兆人民币 其中的重大意涵就是 从2019年中国首度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 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那中国消费市场的机会 在哪里呢? 书中给的答案是 利用中国红利和新基础设施 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书看 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第3本书则是中国财富报告 本书分享两个洞见观察 第一个是2018年 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 有73%来自 劳动所得 这不是中国自己的现象 即便在美国最顶级的富人里面 劳动收入也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换句话说 钱生钱 其实是少数 人挣钱才是多数 而第二洞见 是什么呢? 随着中国开始进入人均一万元的社会 以及人工智慧普及化的影响 中国人的财富状态正在发生 结构性的变化 概括起来就是在说 人和人的连结 正在决定社会财富的创造 分配和转移 而罗正宇对于本书的感想 是一个人的财富基本盘 由两个部分来组成 第一个自己的本事 第二个和其他人连结的本事 或者是前者的放大器 好的 今天的美丽商业就到这边 2020刚开始 今年的过年有特别的吵 我想大家应该迫不及待想要放假了吧 我自己也很想放 大家不妨来读读 刚刚推荐罗正宇所推荐的书 让我们过个充实的一年 但不只推荐读书 更鼓励大家可以加入我们 焦点观点plus的社团 就像罗正宇所说的一样 财富基本盘第一是自己的本事 第二是和其他人连结的本事 而且更是放大器 所以透过在社团当中 跟人互动交流 让我们商业观点成为我们的放大器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 商业 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